号称压力小子的金介 究竟有多让人讨厌 他不仅非常的狂妄自大 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 而且还喜欢随意点评 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甚至连自己的老师 也敢公开地直言顶撞 这次在夜幕降临时 和明日梦一起闲聊的他 意外看到想鬼的战斗 眼前火光四起的画面 令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带着对鬼战士的兴趣 以及超越父亲的信念 金介祥和明日梦交朋友 以此结识刚刚的想鬼 随后他主动找到池田桶 打听明日梦的事情 但池田桶也是一知半解 无奈的他只好返回 直接来到明日梦的家中 眼看已经无法回避 明日梦表示自己是正常人 内心十分失望的金介 示意明日梦至少还有父亲 而只有母亲陪伴的他 却丧失了超越父亲的资格 另一边天美精毒取音是神 发现魔化网的线索 然而地点却靠近两人 这时火车主动出击 见此情景的微吹轨 立马拿出轨敌变身应战 随后手持音机管射击 瞬间火车逃离了现场 微吹轨继续展开追击 突然火车恢复姿态 反手释放火圈击倒微吹轨 面对火车的猛烈攻势 微吹轨惨遭无情的碾压 在这异常危险的时刻 响鬼及时赶到现场 并硬扛伤害变身红响鬼 紧接着加速冲向对手 一套犀利的组合拳 再衔接音机棒的敲击 将火车打回轮胎形态 响鬼见状一边躲闪 一边挥动手中的武器 最后响鬼一击中创火车 同时发动技能灼热真红 两下重击带走魔化网 此时一旁观看的惊剑 被响鬼的战斗深深震撼 想要获取力量的惊剑 内心悄然发生了变化 与此同时某处的杨管女 向杨管男表示计划失败 但杨管男随即说道 现在最重要的是实验 此时实验的容器内 突然出现黑色的手臂 经过两年半的反应后 完成生长的超级童子羽姬 逐渐显露真正的身心 并且拥有真实的男女婴 随后作为手下的两怪 按照杨管男女的命令 寻找树林中的攻击目标 面对眼前的神秘男子 两怪在对话中表示 实在抱歉需要裁员了 紧接着两怪加速上前 猛攻黑白两位神秘男子 激战几个回合后 两只英式神来到此处 目睹了现场战斗的画面 同一时间附近的轰轨 高兴地给响鬼打电话 他表示童子和姬许久未出现 肯定是被两人消灭完了 然而他刚刚结束通话 英式神就前来汇报信息 轰轨立马通知响鬼赶往 此时两怪仍在忙碌中 正在两怪执行任务时 轰轨和响鬼加入战场 并且有人在一旁观战 两人对付超级童子羽姬 不慎让神秘男子逃走 在双方战斗的同时 两怪释放红色能量波 一击将两人打退数米 随后追击逃走的神秘男子 这时响鬼质问轰轨 敌人不仅没有消灭完 还变得前所未有的强 紧接着两人继续上前 寻找消失的童子羽姬 轰轨见状解除面部变身 然而毫无防备的他 却突然踩中设置的陷阱 被神秘人当场打了屁股 而另一边寻找的响鬼 也面临相同的状况 突然遭到竹子的攻击 好在响鬼全部格挡 甚至连迎面扑来的豆腐 都完美地收入手中 你绝对想象不到 拥有超级形态的童子羽姬 实力竟然如此之强 他不仅以完全碾压的实力 轻松击败的三位鬼战士 而且连隐藏的神秘男子 都能一击将其带走 经过那次的战斗后 一直在身后追击的轰轨 突然掉入神秘人的陷阱 而另一边寻找的响鬼 也惨遭神秘人的偷袭 随后两人返回组织的基地 弑地狼向两人解释道 神秘人是开发局长小木 对任何事情都十分严格 因此才狠狠教育两人 这时弹鬼和圣鬼走到殿中 表示小木开发的新武器 导致自己丧失变身能力 突然小木来到地下室 吐槽两人不努力锻炼 严格要求他人的小木 立马将两人打了出去 紧接着小木拿出木盒 将开发的武器展示给众人 并表示此武器为装甲升刃 可以增强鬼的战斗力 但截止到目前的时间 还没有人可以使用它 为了寻找背后的原因 龙泽律开始潜行研究 经过多次的提取数据 一旁的龙泽律表示 升刃释放的波动太强 使用后会严重消耗体力 因此才会出现副作用 唯一的办法是抑制波动 但是现在已经没法修改 此时在某处的地点 找到目标的超级童子与鸡 释放强力的能量波 一击带走了神秘男子 正在这时威吹鬼赶到 果断拿出鬼敌变身应战 同一时间日才加收到讯息 响鬼和轰鬼随即出发 然而在赶往的途中 曾经练习两年半的轰鬼 坚信自己可以驾驭升任 未经允许拿走了武器 另一边战斗的威吹鬼 面对两怪的轮番攻势 多次被对手击倒在地 在这异常危险的时刻 再次并肩作战的三人 立马冲向眼前的对手 然而尽管三对二的局势 两怪还是凭借碾碾压的实力 一波进攻轻松击退三人 突然魔化网连右现身 看见如此情景的轰鬼 毫不犹豫拿出了生刃 不料刚启动生刃数秒 就反被波动弹至空中 并解除了面部的变身 一旁的响鬼捡起武器 面对前方出现的魔化网 响鬼只能将其启动 同样出现轰鬼的状况 掉落的生刃反被对手得到 随即发起猛烈的攻势 这时喜欢玩耍的超级机 也想要玩一下装甲生刃 两怪在反复的争夺中 逐渐离开了战斗场地 身后的连右也随即撤离 结束眼前的战斗后 三人返回组织的基地 但由于生刃的副作用 响鬼和轰鬼无法变身 随后轰鬼主动找到师傅 碰巧小木出现在身后 开始质疑斩鬼的指导 眼看师傅受到处罚 一旁的轰鬼感到自责 紧接着几人返回基地 龙泽律向小木说道 装甲生刃落到敌人手中 会不会被对手渗透技术 小木表示为了以防万一 自己会亲自训练响鬼与轰鬼 让两人尽快恢复变身能力 第一项训练内容为唱歌 通过吸收宇宙的波动 再经过自己产生音律 如此往返就能达到目的 但从小五音不全的轰鬼 就难以接受这项训练